既然如此 看来 今日必须决意死战了 然后萧玄通过强大的灵魂之力 传音到无尽火玉的各个宫殿 不到一会儿 无尽火玉的强者皆是清朝而出 如今的无尽火玉早已今非昔比 其底蕴非常的强大 火玉中天至尊就有数百位 地至尊更是有着数千位 而这些都是超越斗地的强大存在 但是尽管如此界外 那些人的实力皆是半部主宰 虽然人数也就数十位 但是对付数百位的天至尊 应该还不是问题 萧玄的身后 有着几十道天至尊的身影 然后对面对方的 数十位半部主宰强者 额头冒出了一丝冷汗 御主大人 他们这些人的实力 怎么都是看不透啊 其中几位天至尊超级强者问道 他们出现之后 便是只有数十位之人 但是御主已经踏入半部主宰境 难道御主大人 都无法一人击败对方吗 他们这些人 已经踏入半部主宰境 大家接下来会有一场死战 萧玄摇了摇头 说到 众人一听 更是震惊起来 数十位都是半部主宰境的强者 这简直就是 有一道雷鸣之声 在其脑海中响起 这些人竟然如此恐怖 要是大狱主 再就好了 听到大狱主 萧玄的眼神 有些异动起来 他们虽说的大狱主 便是萧岩 要是萧岩如今 在火狱中 那么这些人 皆不是萧岩的对手 可是他们的大狱主 自上次离开大千世界之后 就没有任何的消息 也不知萧岩他们怎么样了 想到这脸 萧玄的心中 也开始期盼着 萧岩能够赶回无尽火狱 虽然自己的实力进展迅猛 可是想要以自己 如今的实力 对抗这么多半部主宰境的强者 恐怕还不是对手 现在的无尽火狱里 发生了大面积的战斗 而无尽火狱的所有强者 都前往支援 薛尔与彩玲 缤纷两路 开始对着界外入侵者 发起激烈的反击 就连萧萧与萧玲二人 都不听自己母亲的劝阻 也要一起 与大家共进退 作为母亲的他们 无奈之下 也只好答应下来 无尽火狱 如今已经成了战场 当中 有着激烈的强大能量波 冲击 能量波时不时地扩散开来 双方的斗技 层出不穷 皆是全力以赴 而大狱主萧岩还没有回来 作为当任狱主的萧玲 必须要扛起这一份责任 就算敌人再强 也要全力抵抗 只有这样 才能有希望逼退对方 但是 萧玲以一人 就算后方 有着数几十位天至尊 也无法战胜 眼前数十位的半部主宰强者 这是一场死战 既然横竖都要死 那便战死 所有天至尊 听命 随我一同对抗敌人 哪怕是死 也要让对方拖一层皮下来 身后的众天至尊 异口同声 是 狱主大人 紧接着一股强大的力量 充斥着无尽火域之中 这也是大千世界上 最强的阵仗之一了 哼 垂死挣扎罢了 不过就算他们如何 释放强大的力量 也只是天至尊的实力而已 想要击败他们这些 身为半部主宰的强者 几乎是不可能 萧璇带领着众多天至尊 开始对其展开强大的攻势 萧璇毫无保留地 将世界之力释放而出 对着对面的一位强者 发起了进攻 双方一触即发 这一场斗争已经打响了 双方 强大的力量 开始互相比拼 太古街斗技 太古街 他们皆是施展出了 最高等级的斗技 强大的能量 直接 轰击对方的身躯上爆炸 不过这些强大的斗技 似乎对半部主宰镜的强者来说 就是挠痒痒 哼 就这点力量 恐怕今日 你们都得交代在这里了 一位界外天人族的强者 运转着世界之力 直接一掌拍出 无畏天至尊的超级强者 皆是在这一掌之下 毫无抗衡之力 吐血重伤 然后远处的数位 界外天人族的强者 同样以一拳 一指击出 令得无尽活跃的这些天至尊 都是无法与之抗衡 强大的力量 直接将他们笼罩 随后世界之力 击破他们数位 天至尊的强大攻势 正中天至尊的身体之中 一道无比剧痛 自身体上传入大脑 一个个痛苦的尖叫 然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很快无尽火欲中强者联手 也没有取得上方 而界外天人族这边 更是轻松地赢得了优势 这边是实力之间的差距 击败这些天至尊之后 那些半部主宰镜的强者 集结起来 看着萧璇 还在与界外天人族的 那位强者激烈的战斗 看样子 似乎是势均力敌 但是 如果再持续下去 胜利的人就是 萧璇了 大千世界 便是萧璇的主场 有着源源不绝的强大力量 所以持久战 对于界外天人族的强者来说 没有任何的优势 看样子 这位大千世界的半部主宰 有着主场加持 似乎对于我们不利啊 我们一起上解决掉他吧 界外天人族的极为强者 商量了一下对策 看来只能这样子了 随后界外天人族这边 直接派出一位强者出手 直接对着萧璇的背后 发起了强大的弓 萧璇还在与另一位强者对拼 没有来得及反应 直接被偷袭者正中背部 一口鲜血喷出 然后身形飞了出去 在不远处 萧璇强行地稳住身体 擦拭了一下嘴角的血迹 声音变得有些虚弱 看样子刚刚的偷袭 那人竟然使出了杀伤 直接令得萧璇 体内的世界之力 都开始紊乱起来 可被敌小人一口鲜血 再度从萧璇口中喷出 似乎受了重伤 狱主大人 众多无尽火域之人 看到萧璇被中创 想要上前 却被萧璇拦了下来 因为他们 与对方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了 就算来再多的人 也是于事无补 此人有些天赋 击杀了吧 借外天人族的这些强者 对其看不惯 直接再度对萧璇 发起了致命的一击 难道 我萧璇就这样死在这里了吗 对不住了 我的族人 萧炎 是先祖没有帮你守护好 无尽火域 先祖先走一步了 萧璇此时 也没有了抵抗之力 便是闭上了眼睛 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不过 就在此时 一道苍老的声音 自远处传来 一道黑色身影 便是出现在萧璇的身前 抵挡住了这致命的一击 来者正是万目之地的不死之主 见自己被救下 萧璇 见到来者是不死之主 也是松了一口气 没事吧 无尽火域 遇主不死之主 苍老的声音 在他那干枯的嘴角传出 没什么大爱萧璇 忍住伤势带来的剧痛感 可自己身为 大千世界超级霸主 势力之一的 无尽火域御主 可不能妥协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那儿 就继续战 见到又出现一位强大的老者 界外天人族的数十位强者 则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又是一个来送死 是 不过 竟然也是一位 半步主宰尽的强者 但是你们只有两位 而我这边有这么多 你们还有战胜的希望吗 萧璇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没有回答对方的话 目光则是看向不死之主 多谢不死前辈出手相救 对方强者众多 就算你我连手也不是其对手 接下来就让我自己来守护 无尽火域吧 不死之主看着萧璇那坚毅的神情 似乎有什么打算 也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 难道说萧璇还有什么 强大的底牌吗 那这底牌究竟是什么呢 在不死之主好奇的目光之下 看见萧璇体内 有一股强大的炽热气息 而这股气息 不死之主有些熟悉 随后 绚丽的火焰 自萧璇的体内浮下处 瞬间让这里的天地温度 提升了起来 这这是炎帝的地炎 不死之主 吃惊地盯着萧璇身上的 绚丽火焰 其实这火焰 就是萧璇当初给萧璇的 地炎火种 来提升自身的实力 没想到今日还能派上用场 火焰以萧璇为中心 向着四周扩散开来 无尽的火海 直接将整个无尽火域笼罩起来 这突然出现了一幕 竟然让还在战斗的强者 瞬间一晃 然后火海的火焰之力 开始吞噬那些界外天人族的强者 有了强大的火海助阵 不少界外天人族强者 以及被火海的强大焰烧之力所殆尽 局势有了转变 这是什么 火焰 竟然有着如此强大的威力 数十位界外天人族的强者 被突如其来的火海惊了一下 运转世界之力疯狂地抵御着 强大的焰烧之力 火海的中央处 萧璇将地炎火种发挥极致 数十位半部主宰者轰击而去 此时 萧炎所催动的世界之力中 有了帝炎的力量 数十位界外天人族的强者眼神 首次出现了变化 但是数十位半部主宰强者 联手凝聚出了一个巨大的防护罩 将可怕的火焰之力 抵御在了防护罩之外 萧璇的眼神冰茫 没想到有了帝炎之力 融入自己的世界之力中 依旧无法取得优势 随后 双手缓缓张开 火海瞬间将萧璇的身躯 笼罩燃烧 而其身后的火海 再度变得疯狂起来 自火海的深处 竟然升起一朵巨大的万丈火莲 其上跳跃着诸多颜色 每一道颜色 都是代表着一种一种 足以毁灭一座大陆的恐怖威能 这是什么招式 望向萧璇身后的万丈火莲 界外天人族的诸多半部主宰者 终于露出无比忌惮之色 因为他们已经感知到 这朵万丈火莲中 所蕴含的能量 究竟是多么的恐怖 这招式应该是炎帝的佛怒地炎莲 没想到萧璇玉主 竟然也学会了此招 真是一位不属于萧炎的天赋奇才 不死之主看向火莲时 也知道这朵火莲的威力 原来萧璇还藏着如此恐怖的底牌 此时此刻 不死之主也终于知道了萧璇的真正实力 虽然萧璇刚踏入半部主宰不久 但是其真正的力量 除了炎帝 吴祖 墓主之外 萧璇乃是大千世界的最强第一人了 炎帝能够选择让萧璇做无尽火域的御主 自然有着强大的天赋 果不其然 萧璇就是拥有着强大天赋的奇才 就算是不死之主 青山见圣 晴天 这些踏入半部主宰静已久的强者 一对一的话 也不是萧璇的对手 这一招乃是佛怒地炎莲 但是在我这里施展出来 我就名为玄怒地炎莲 你们这些界外天人族的入侵者 今日我萧璇的愤怒 全部堵在这玄怒的炎莲上了 却 万丈火莲从萧璇的身后缓缓升起 然后掠过萧璇的上空 直接静止地往数十位界外天人族的强者暴冲而去 这朵火莲 同时也代表着萧璇的愤怒 所有的一切都堵在了这一朵火莲之上 究竟无尽火域能否取得胜利 击败这些半部主宰者呢 火莲所过出的空间 都是升起了火焰 这种场景就是连空间都被硬生生地燃烧起来 空间瞬间变得扭曲 强大的火莲丝毫没有减速 反而速度更快了 眼看着巨大的火莲距离越来越近 数十位界外天人族的半部主宰者 突然嗅到了死亡的危机 大家使出全力 我就不幸对付不了这朵火莲 其中一位老者咬紧牙关 瞳孔急速收缩 释放出了他最强大的攻势 紧接着其他强者 也全力施展强大的攻击斗技 火莲与数十位施展的强大斗技力量 碰撞在了一起 瞬间无尽火域的上空 雷声炸响一般 恐怖的能量瞬间如海浪一般 向四周连衣波动开来 恐怖的能量光芒 直接照亮了这片无尽大陆的天际 所有双方强者皆是停下战斗 看向那朵巨大的蘑菇云 这是多么强大的能量 才能做到这般恐怖的层次啊 好像是我们的狱主 正在对抗数十位半部主宰强者 我们的狱主好强大啊 整个火域中一些强者 被刚刚那到能量波动所震撼到 这才是他们狱主的真正实力 简直可怕至极 已经无限接近真正主宰镜的实力了 萧璇果真做到了小炎子的招式 火域另一处战场 要老带着单塔单垫一众人 前往支援 被这一幕震撼到了 萧族出了两个变态的天才啊 一个是萧炎 另一个是萧璇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无尽大陆上的能量光芒 渐渐地暗淡下来 萧璇也是贪软地坐在了地上 因为她拼尽最后的力量 耗尽了世界之力 她惨白的脸庞 缓缓抬起 看着远处数十道身躯 躺在了地上 刚刚的强大火莲之力 竟然瞬间将数十道 踏入半部主宰镜的强者 击杀了 萧璇她坐到了 也终于取得了这一战的胜利 可是还没等萧璇缓过来的时候 自己的上空处 又浮现出几十个黑洞 黑洞之中 一道接着一道的人影 踏出 这些人出现的那一刻 萧璇以及不死之主 便感觉到来者的强大 竟然都是半部主宰镜的强者 这样的阵容 对于大千世界 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对方竟然一来都是如此强大的强者 这样的萧璇 以及不死之主 生起了绝望之感 刚刚是你一人击杀了他们 刚刚出现众多半部主宰者中 一位身穿白色衣袍的男子 显然有些不敢相信 一人竟然瞬间击杀了这么多的半部主宰者 最让人震惊的是 对方也只是一位半部主宰实力而已 为什么可以瞬间击杀呢 不要语气废话了 杀了他们吧 另一位界外天人族的强者 直接坦言道 对于大千世界的这些表面上 看起来实力与他们相近 不知道又会施展出什么强大的招式 所以蹭他们现在无力反抗的情况下 将其击杀 听了这位强者的话 界外天人族的强者认可他所说 这位几十位强者 直接一同施展出强大的能量波 对着下方的萧璇 以及不死之主攻击而去 不死之主想要发起抵抗 可是对方皆是半部主宰尽的强者 而且还是联手攻击 这么多的能量结合之下 一人的力量显得有些渺茫了 不过 不死之主还是凝聚自身的强大力量 对即将袭来的能量波 发起了反击 但是众人都知道结局 那就是不死之主和萧璇 在这恐怖的能量波之下必死